我們很高興今天請到香港應可營養師學院應可營養師 林思維小姐來跟我們分享 有請林小姐 Hello 大家好 多謝 多謝雷博士說這麼多營養的事情 有人會罵你的 今天真的很高興 因為今年真的很多很多人去參與這件事 當然剛才我也聽過一些關於運動、受傷、預防受傷的一些 topic 多謝大會邀請我再來講有關營養的事情 今天我們會講一下怎樣選擇營養補充劑 我想問一下現在在座的人 誰在吃維他命丸、營養補充劑等 可不可以舉手給我看看 也有很多次 我想數一下,在吃一隻有多少人 每天一粒,一種 兩種呢? 三種? 有三種也有多少? 四種? 五種以上的? 這麼好一點? 上面有很多 Anyway 稍後我也會講一下 很常見我們營養師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好了 這個呢 很多時候我會見到病人走進來問我 譬如做一個諮詢的時候 他就會走進來問我 這些營養產品有什麼用 我第一件事要問他 就是你吃這些維他命丸為什麼? 即你選擇維他命丸之前 那些人通常就會回答 不知道 家人好就吃一下 或者可能第二個人就會說 朋友在加拿大、澳洲、美國 買回來給我的 便宜很多 尤其是在加拿大、美國回來的 那些大型超級市場買的 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那邊的人每個人都會吃 外國的食物是好一點的 便宜一下 便宜一下 沒有死的 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應該你們不會舉手 但可能甚至自己有同一個情況 好了 或者可能有朋友說 朋友送的 不好意思不吃 便宜一下 他都吃 他都沒事 看他都多精神 便宜一下 好了 我又問他 你吃完身體好嗎 感覺就不是很大的 有些人會覺得 OK 好像 好像有些改善 還有一樣的 很多人說 其實都放了很多瓶在家裡 其實都放了很久 沒有吃到 好像過期了 營養師 可以吃嗎 有沒有這些 遇過的方法 有這樣的情況 我通常就會見到這些病人 或者客人就會這樣問我 好了 我會說一下怎樣選擇 說回很簡單的資訊 什麼究竟是營養補充品 離不開就是我們的維他命丸 有些抗物質 譬如鈣 尾 可能是鐵質 這些營養補充品 有草藥 即是有些我不懂的 有些核心製品 有些自然療化的製品 我都未必熟悉的 另外還有現在很多電視賣的營養奶 還有什麼增強肌肉 預防肌小症 甚至乎你沒有病沒有痛 喝了也有個明星走出來 厲害的營養奶 當然還有今天是運動的一個主題 運動營養產品 都是其中一個現在很流行的 甚至乎在玩皮跑步 三項鐵人類似這些 都很多營養補充品 另外還有其他的天然補充劑 來不開去的形式就是 有些一粒粒 有些膠囊 甚至乎有些類似甘米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小朋友 很多時候有些家長 很喜歡買一瓶瓶的熊仔糖 但熊仔糖是維他命丸 但又不知道其實糖 就比維他命多 那些小朋友就狂吃 正啊 對身體好 媽媽說好的 吃到爛牙都很多見過 另外還有一些粉 可能營養奶的粉末妝 甚至乎益生菌 另外還有當然營養飲品 營養的一些鮮肉包 或者是營養飲品 根據香港的一些統計 2019年 這個是香港保健品協會的統計 就說其實香港人 有差不多350萬人 去服用營養補充品的習慣 都差不多幾多 另外原來發覺 2020年進行一個調查 我們年輕人 有七成以上 都會服用營養補充品 反而50歲打上的人 反而都有 但沒有一些年輕人 那麼多 可能這些都是一些 當然它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但總之 這個數字 其實香港人 很喜歡吃營養補充品 我們香港人普遍的營養補充劑 離不開就是鈣片 維他命C 魚肝油 甚至乎奧米加3 魚油 現在誰在吃維他命C 天天都吃的 有些人說維他命C 對免疫力好 那一陣子的維他命C 是沒有了 另外還有什麼 阿麻紫油 癌莓素 那些人的眼睛退化 就說多吃藍莓好 另外還有骨 普魯唐鞍 如果今天講開運動 很多人去預防 那些膝頭疼痛 就去吃普魯唐鞍 有沒有人吃普魯唐鞍 應該再做運動的 很熱烈對手 一號氫還有益生菌 或者膳食纖維 這一類的產品 就是香港人普遍會選擇吃的 一些營養補充劑 好了 我們營養師的角度 為什麼要吃營養補充品 原因是什麼 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我們補充天然食物裡 吸收不到的營養 譬如你在食物裡 攝取不足夠的 無論你偏食 吃素 牙齒不好 或者可能對食物敏感 另外還有可能 一些代謝疾病的問題 我吃不到某些東西 所以天然食物裡 攝取不足夠的 或者身體有某類的問題 吸收不到 那個才是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去吃營養補充品 當然有些人生的不同階段 例如寶寶的時候 小朋友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 都會額外需要多些營養補充品 在食物裡吸收不到 或者可能吸收不足夠的 孕婦都有他們的營養補充的需求 另外暴雨期期間 和年紀大了之後 無論是親眼問題 吸收問題 甚至乎一些長期的病患 另外可能腸胃做了手術 都會有機會 令到年紀大的老人家 或者胃口不好 都會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就是體重控制 原來體重控制 都有營養補充劑 近期看到有些代餐 或者叫你吃代餐去減肥 反過來 有部份人士 體重太輕 都會需要有些營養補充劑 即是營養奶 類似這樣的東西 因為無論是老人家 甚至我近期見很多 驗食症的小朋友 那些都是需要有些營養補充品 另外近期很流行的 增強免疫力的營養補充品 剛才我這樣問 就是前一陣子 無論是美國 香港也好 那些人一窩蜂 就去亂買一堆營養補充品 回家裡 就以為沒事了 甚至全民說維他命C可以殺死COVID 類似這樣的東西 甚至可能吃蒜頭 蒜頭的精華 可以殺死我們的新冠肺炎 那些人就會瘋狂地去買這些東西 另外還有 如果在食物裡來的來源 達不到我們治療的劑量 因為很多時候維他命丸 都不只是營養 有些營養是要比較高的劑量 才可以處理到某些疾病 或者可能預防某些疾病 如果在食物裡是拿不到的話 就會依靠營養補充品 另外當然另一個原因 就是運動的營養 好了 但我第二 雖然有很多人去服用營養補充品 我們就會問他 即是有個地方的香港大學的研究 就問那些人 為什麼你要吃營養補充品 原來他們回答呢 第一件事就是 是為健康的 OK Better Health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通常是骨 是為骨的 和關節的 但是有10% 和有8%的人 說沒有什麼好處 和不知道有什麼好處 我雖然知道 可能大部分你們在吃 有部分的人 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吃的 之後 其他人是為心臟 或者可能美容 或者是為眼睛 所以最大的訊息想帶給你們知道 就是你們吃的時候 你餵了什麼 好了 在服用任何補充劑之前 你應該考慮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你的營養素 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在食物裡拿得到 你有沒有去改善你的飲食 你有沒有try to改善你的飲食 去在天然食物裡拿到這些營養素 但是我不管了 總之別人說 我的骨痛 我去吃鈣片 是不是就是這樣麻木去跟 不是的 例子一 很多人告訴我 我不能喝牛奶 因為我喝牛奶敏感 或者可能我喝完碗 我就不喝奶 因為大家都知道奶鈣質很高 所以我就吃鈣片 但你知不知道 原來食物裡有很多不同的來源 都有鈣質 我們日常裡面的 譬如市面上有些加鈣的豆奶 甚至乎現在很流行的植物奶 裡面都有機會加了鈣質 另外譬如我們日常中國人吃的硬豆腐 我們生活上有很多深綠色的蔬菜 芝麻 可以連骨吃的魚 例如白飯魚和沙甸魚 甚至一些果仁 鈣質都很豐富 那需不需要一來就說 我不喝奶 所以我一定要吃鈣片 所以你要想想 有些食物其實可以補充 某些營養素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需要吃營養補充劑的 好了 第二個例子 就說我是一個全素食者 我一定要吃維他命B12 這個可以成立的 因為為什麼呢 維他命B12在植物性的食物裡面 水平是很少的 如果你吃雞蛋 都更好些 但如果你是全素食者 其實維他命B12是吸收不到的 所以真的去到這樣的情況 如果有機會缺乏維他命B12 去引致貧血 這一類人就可能要吃維他命B12 所以要有原因去進食 第三個例子 就是我經常去不到廁所 我便秘 有時女生很喜歡的 減肥 這個又不吃 那個又不吃 就告訴別人 我便秘 我去買些纖維粉吃 纖維粉就幫我減肥 又幫我吸脂肪 那些人就說我吃纖維粉 但其實便秘有很多原因 是不是日常你吃的纖維糧不足夠呢 或者你吃水果蔬菜 或者全穀類不足夠呢 如果你吃足夠的全穀類 或者吃足夠的菜 或者水份飲得比較足 其實你就不會有這個便秘的情況 除非你本身 可能腸臟圓動比較差 在吃很多不同的藥物 令到腸胃不好 那些是因為醫療原因 令到你便秘的 那些是要諮詢營養師 或者醫生去問一下為什麼 但如果你說有些人減肥 甚麼都不吃 就說去不到廁所 之後無緣無故去吃纖維粉 其實這個是不需要的 尤其是現在很流行吃的 那些很極端的減肥方法 即是那些生酮飲食 什麼澱粉都不讓你吃 甚至乎五谷類不讓你吃 那些腸胃很差的 又去買纖維粉吃 但你有沒有留意過 其實是飲食習慣出了問題 所以才去需要服用這些產品 但如果你的飲食裡面改善到 其實是不需要的 另外近期很多人說 我要增強抵抗力 有沒有人聽過說 增強抵抗力要吃維他命D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尤其是COVID 好了 第一件事 維他命D其實都很安全 不過我很建議你們 驗了血才去吃維他命D 因為不是個個都需要的 通常這些專注的維他命 其實要抽血 看看你的血裡面的水平 究竟維他命D低不低 你才去服用 還有記住如果你做運動 剛才雷博士說 坐在那些都應該做運動 也會很喜歡玩 有機會喜歡玩戶外活動 曬太陽 就可以拿到維他命D 你如果每一天可以曬到 10至15分鐘太陽 其實就不需要去吃維他命丸 除非你驗出來 某些原因令到你的維他命D很低 那就要吃維他命補充劑了 明白嗎? 我知道維他命D是對身體很重要的 也有很多文獻是說 如果你身體的維他命D水平是正常 是高的話 其實對抗生冠肺炎是有幫助的 不是殺了細菌 復原是會快些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這個維他命丸 你一定要有個原因去做這件事 另外因為個人身體狀況 其實先需要營養補充劑 其實這些是一些少量的身體狀況 或者病情才需要服用某種維他命補充劑 譬如孕婦 我們會建議他吃葉酸 可能吃孕婦的多種維他命DHA 益生菌 譬如骨粗疏鬆症的人 為何那麼多人吃鈣片 或者鈣的補充劑 就是因為他本身 尤其是女士染了身出來 或者照了骨 或者可能照了DEXA 醫生說你骨粗疏鬆症 或者可能骨質密度偏低 可能有機會和年紀大了 可能真的攝取鈣質比較少 就會用補充劑 甚至乎維他命D 或者尾 但記住 骨粗疏鬆症是不痛的 很多人說 我骨痛了 我骨粗疏鬆症 我就可以吃維他命D 我想告訴你骨粗疏鬆症 是沒有感覺的 是不會痛的 很多人說 我骨痛所以吃維他命D 或者鈣片 所以骨粗疏鬆症 你要照了才知道 醫生說你的醫學報告 不是 你真的要吃高劑量的維他命D 或者補充鈣片 那就去吃了 還有其他 現在近期 譬如腸耳疾綜合症 都會吃下益生菌 另外高膽固醇 很多人高膽固醇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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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提議 就是植物固醇的食物 植物固醇是我們英文叫Plantsteno 在食物裏面的劑量比較低 去不到那個我們說 Therapeutic Dosage 所以你吃很多很多菜和很多生果都好 都未必吸收到植物固醇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些食物固醇的添加品 或者維他命補充品 去幫你降膽固醇 另外剛才提到劉宇伯那時 提到肌小症 提到老人家肌肉很少 但食物又不夠多 有機會經過營養師的建議之後 你會吃一些高蛋白質的營養奶 或者高蛋白質的蛋白粉 當然要評估過長者 本身食物是否有問題 如果在食物那裏改善不到 我們才會用我們的營養補充品 另外當然剛才說 很多人覺得關節痛、骨痛 就好去吃葡萄糖胺、軟骨素 還有魚油丸 這些我們日常都會看到 但是我想說 是要做一個評估 你有需要先去選擇某些營養補充品 就不是說別人的旁邊屋 林女士 就說好,你也去買 甚至乎我買得便宜 十送二,你要不要 你又買 你吃了下去之後 可能會有機會有問題 給你頂一下 荷包有問題 因為沒有錢 OK 另外我想說兩個 講開骨 剛才也很多人會吃 葡萄糖胺 或者軟骨素 我想說 葡萄糖胺 本身在食物裏面的份量是很少的 近年很多市場企業或電視 或者旁邊的人都會說 吃葡萄糖胺 我們的膝蓉膏會比較好 我想說很溝聞的現象 吃葡萄糖胺 現在臨床的證據 都是一半一半 兩個人之中 可能只有一個可以幫到 但是其餘的那個沒有效 還有我常覺得吃葡萄糖胺 很有趣 有些人叫你吃15毫克一日 你便去吃一粒 现在的剂量通常是500至750毫克 可能一天叫你吃三粒 三粒很大粒 有人见过葡萄糖有多大粒 很大粒 通常剂量就叫你吃三粒 人们就觉得不用吃三粒 这有这么多的 省着吃吧 吃一粒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说我打算吃一粒就可以了 但其实如果你的剂量去不了水平 其实是帮不了手的 很多人告诉我我正在吃的林小姐 但为什么没用呢 聊一聊 人家叫你吃三粒 你就去吃一粒 或者隔天才吃一粒 那你现在就没用了 你不跟着药吃 是不是 就是不跟着指示 所以其实这件事都要提一提大家 如果你觉得葡萄糖是有帮助的 你要跟着剂量吃 就不要告诉我 我吃人家吃三粒 我叫你吃一粒 那就没用了 你就捉住你的产品了 但当然现在 各科学证据都没有很大的支持 所以通常这种营养的产品很安全 就不会影响很多东西 除了你吃一些抗型血的药 或者华法林 可能会互相有作用 那你要小心一点 而且提一提大家 吃维他命丸 通常我们叫人吃两至三个月左右 如果有效 你觉得可以 你就继续吃 尤其是葡萄糖胺 但如果你吃了三个月之后 身体没有太大变化 没有什么作用 骨科医生都说 继续发炎 那就sorry了 可能没什么用了 可能是因为你的体重出现了问题 因为你的体重太重 所以你吃什么 葡萄糖胺都没有意思 因为你的压力太大了 明白我说什么 好了 另很多人就去吃鱼油补充剂 所有人都去买 为什么呢 近年来 其实很多研究都说鱼油是好的 鱼油是对减低我们身体炎症的 一个比较信得过的维他命丸 就是可能减低我们的血管发炎 减低我们的脑部发炎 甚至有机会可能减低我们的骨发炎 如果说关节 根据美国关节炎基金会 建议如果你真的想用鱼油去改善你的关节炎 每一天大概要服用大概2.6克的鱼油补充剂 但是都是那样东西 如果你想试试行不行 如果不行 可能有机会不需要吃了 可能是其他原因令病情没有改善 另外任何吃补充剂之前 请问清楚医生 问营养师或者药剂师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你现在吃什么的西药或者中药 如果在吃的补充剂 跟西药或者中药有冲突 这个是有机会有危险的 好了 刚才说的是否对食物 sorry 营养补充品对药物有没有冲撞 通常我们说 其实不是很多种有冲撞 但是其中一种叫薄血丸 或者叫warfarin 我们叫华法轮 是最容易和一些营养补充品有帮助 尤其是通过波仔 做过心脏手术 需要吃类似这些薄血药 我们说是华法轮 维他命K 一些银行素 蒜素 即是garlic extract 维他命E 以及鱼油丸 都会有薄血的功效 如果你在吃这种薄血药 如果你有吃这些额外的补充剂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自己吃的药 究竟跟营养补充品有没有冲撞 如果有就要小心 OK 要问你的医生 另外就是记得一下 你是否真的需要一个高剂量的营养补充品 你看到这个图 其实我全部标不出来 你看到维他命C 钙 铁 维他命A D E 都是一些比较平常会遇到的营养补充品 你们推荐摄入量 就是我们每一天的recommended nutrient intake 就是告诉你 你每一天应该吃多少摄取的营养素 给多一点时间 另外你们中间的行 就是可耐受最高摄入量 叫做Upper Tolerable Level 那个就是超过你每一天摄取的一个需求 那你有没有听过 你买维他命C的时候 大部分那些圆滚滚的冲剂 知道有多少个mg的维他命C 一千 我见过那些人早一粒 晚一粒 下午一粒 就像水般喝的 如果长期这样喝 你就已经高过你的Upper Tolerable Level 那就有机会增加患神石的机会 不要当水喝 另外譬如钙片也好 维他命A也好 或者维他命E也好 你会见到有部分 会增加某些长期病患的风险 太高钙 其实现在有研究中 会令到心脏血管钙化 即补充剂 另外有机会增加患神电线癌的机会 甚至太高维他命E也 都会增加神电线癌的风险 所以任何维他命E太高钙量 都是有问题的 好了 你有没有了解过 营充剂的钙量和安全水平呢 很多研究都有说过 其实新英格兰雜誌 在2013年有个文献出 其实有很多的英国人 会每年 你调转了个牌 对不起 给多一点时间 因为有部分的人 食用营充剂 是会增加入院的机会 无论是一些草本的药物 一些减肥的产品 甚至是一些增加性欲的产品 都可能会有机会overdose 甚至乎有机会引致到一些不良的反应 另外还有 甚至乎有些是因为吃了补充品 而精神挫乱 或者肾衰竭 甚至乎现在很多补充品 不仅是over the counter 买得到 有些人在上网买 上网买的产品 不知道在哪里来的 尤其是减肥产品 究竟是天然的 草本的 没有副作用的 吃了一日减十寸的 十日减十寸的 他一定这样说的 年轻的人通常很喜欢试 而且很便宜 但我们香港又有一两次 两三次 都是因为吃了这些所谓的 减肥天然 补充品 出事的 所以要小心 另外当然 盐症基金会 其实盐症基金会 都说了很多次 千万不要服用维他命丸 因为有部份的维他命丸 是会增加患癌症的机会 会吃得太多 你说癌症的机会 有机会增加 而且有些部份的研究 都未是很证实 譬如如油丸 什么维他命K 甚至乎多种维他命 现在很流行的 multivitamin 没有一个大型研究 是证实了 吃了多种维他命之后 是会长命一点的 Lobo刚才说的 走四步增加四秒 都是真的 维他命丸去增长我们的寿命 暂时没有这样的大型研究 所以不要乱吃 好了 最后 服用维他命补充剂之前 问一问自己 为什么要吃 是不是真的 在营养天然食物里 拿不到呢 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try your best try your effort 去改善你 普通的自己的饮食呢 那谁叫你去吃 医生 营养师 朋友 家人 或是你平时看电视广告 社交媒体 洗脑那些 每晚八九点 黄金时期 你追剧的广告 一定有个名人 站出来 你今晚在做什么呢 传销公司 或者D人 什么D人 我经常问 谁叫你吃的 D人 D人 D人是谁 不知道 我们经常叫这个做Mr.D 哪个D人 还有没有问过 折衣医生 或者营养师 或者药剂师 有没有和你的药有冲突 另外买哪个牌子 吃多少剂量 你本身 有没有跟随正确的剂量去进食 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如果没有效 有效 如何呢 有副作用如何呢 还有价钱 好吗 记得一下 不是太便宜 不是太贵 有些很静静地告诉你 你只是经我才能买到 奇人他买不到 或者你要加入我的会 你要买多少产品 才能入到 例如买三万元产品 就会送十个不知什么给你 那些呢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价钱也是一个问题 不是越贵越好 便宜也有问题 所以我都常常跟消费者委员会合作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去消费者委员会说 那些什么十寸减十入 什么减十寸 那些都是要小心的 好了 结果就是 你对营养补充品有移民的时候 当然要问医生 问药剂师 问你的注册营养师 你也要买一下广告 我们营养师的 如果你想去找一个合资格的营养师 香港有三个会 当然我做了很久的 香港营养师协会 另外还有香港营养学会 还有另外一个新的香港营养师学院 这个就是我们近年是一个新的学院 就把我们的卫生署认可的一个列号 一个register list的营养师 就放了下去 如果你真的想找你们合资格营养师 可以去这三个会的网站 找回我们的名字 就查询一下你身边的营养师 究竟是他的合资格的 所以你可以问那一班人 可以信一下他们 问他们究竟营养补充品 应不应该进食 好的 好了 暂时我都过了五分钟 好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好 多谢Sylvia 看看现场观众有问题 好 这里有 麻烦给个咪 林小姐你好 好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要去读书或者移民去北欧的地方 那边长时间都是缺乏阳光 或者没有什么机会是可以晒到15至20分钟的阳光 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们需不需要吃一些营养剂? 好的 我挺怕你问我如何移民 北欧或者可能加拿大 很多时候是去到冬天的时候 日短夜长 其实你不用担心 因为那边很多的产品 是会添加了维他命D 因为他们就回市民 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的人 本身维他命D缺乏的水平的机会是大一点的 所以都是预认他们晒不到太阳的了 所以他们的牛奶 他们的cereal 他们的牛油 甚至是他们的芝士 其实很多这些都会补充了维他命D 然后你过去之后 你看着Fortify with vitamin D 以及你看到营养标签 他们一定会有写 添加了维他命D 如果你说我喝不到牛奶 那边的产品 我又不太吃那些东西 可能有机会就要over the counter 去买维他命D的补充品 当然最好就是先抽血 现在没有也没有坏的 不过如果你过去那边你放心 因为他们就回市民 有这些很多产品 我以前在加拿大住 全部的产品 很多牛奶产品 芝士等 或者豆奶产品 都会加了维他命D 那就不用太担心这件事了 好,我们再问一条 好,哪个 那边 这边 我们先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现在有很多老退化的东西 是否真的有作用 你说是维他命丸 还是维他命補充品 是的 那些老退化的補充品 有些補充剂 饮品 是的 市面上有一种 是特别给老退化的補充品 我知道 饮的 像营养奶 他本身有一个研究 我觉得老退化 看看去到哪个阶段 如果去到很后期的 我想任何的营养補充品 都未必能帮到手 但是可能 你说如果营养補充品 如果老退化的老人家 本身可能影响了吃东西 或者他不想吃 胃口不好 或者可能吃的东西很不均衡 那些老退化的营充補充品 同一时间 可以帮他补充補充的水平 但是是否里面的物质 是特别帮得到 就要试了才知道 而且现在很流行 老退化症 可能用短链的脂肪酸 就是medium chain fatty acid 或者叫mct油 这些都是要试的 但是要营养师评估 看看他的情况是如何 我们才会用这些产品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 就排队去买 而且我经常讲笑 如果那些东西可以 我不做营养师 我做代理 所以我就办了答 所以我想 要先找营养师和医生去评估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林小姐 维他命D和维他命D生有什么分别 维他命B和维他命D生吗 维他命D和D3 维他命D3 维他命D是维他命D里面最活动的材料 有D1、D2、D3 维他命D3就是身体里面最需要的维他命D成分 如果你去补充维他命D的时候 如果用维他命丸去进食 或者滴滴剂那些 都是用维他命D3 对身体有作用 其他维他命D1、D2就是 是一个inactive form 所以D3 如果真的用补充剂的 就会选D3 好的 我们很感谢Sylvia 今天这么丰富的演讲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咱们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